英國在1月1日至2日舉辦全球首屆人工智能安全高峰會 中國科技部副部長吳朝暉是率權出席引起注目 中日等超過20個與會國簽署布萊徹利宣言 表達同意與美國、歐洲聯盟和其他國家合作的議員 以共同管理人工智能的風險 第一屆國際AI安全高峰會在1日在倫敦北部的布萊徹利員登場 這季異戰期間英國進行密碼破解的情報中心的舊子 西方國家首次試圖管理這項快速發展的技術 除了20多國的政要之外 美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的執行長馬斯克 OpenAI執行長奧特曼等科技公司的高層也是首要出席 美國副總統何錦麗是訪映出席了這次峰會 11日與英國首相親衛城會午前宣布 美國著手打造人工智能安全研究院 而辛偉成就說 英美的AI安全研究院將會緊密合作 致力於促進AI安全 科技高層和政治領袖警告說 如果不加以控制AI的快速發展對世界構成生存威脅 科技界億萬虎翁馬斯克說 自己不清楚人類能否控制AI 人類的志向應該是把AI向造福人類的方向導引 必須先有洞察力然後再進行監管 他還說希望這次峰會有助於建立國際共識 應該創設第三方的裁判 端場最先進的AI公司在做什麼 有顧慮的時候至少要出聲示警 面對這個挑戰 各國的政府和國際組織紛紛在設計 安全保障和監管的措施 這次英國峰會關注被稱為前沿AI的高效能 通用的模型所帶來的風險 歐盟將會監管重點放在資料的隱私和監控 為有關AI對人權的潛在影響 而美國就在峰會前夕啟動一項 關於AI的廣泛行政命令